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当然是拜登的政策 生活在美国 我们首先要了解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情 最近美国也推出了很多法案 拜登政府有很多很多重大开支都要过 过去我们在节目里面讨论过 好了 现在尘埃落定了 首先是美国的国会参议院 共和党跟民主党达成了共识 通过了一个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客观地说 这个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是跟基础设施最有关系的一个法案 因为它当中有5500亿 要用在我们所认知的公路 桥 梁 还有这个码头 机场 包括这个宽屏等等 这些基础设施就是影响到 我们每一个人在美国生活的基础设施建设 剩下的钱用来干什么呢 民进党现在提任何开支法案 都有一个重要点 就是要对抗气候变迁 那么至于如何对抗气候变迁 那恐怕只有民主党跟这个拜登才知道了 那么现在这个1.2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在国会参议院两党达成了共识 获得了参议院一些共和党的支持 那么所以它超过了60票的支持票 这个法案已经通过了 但是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开支法案 就是我们说的3.5兆基础设施法案 这个3.5兆基础设施法案 用修杰个人的眼光来看 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 因为这里边跟基础设施基本上没有什么关联 民主党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 它把这个3.5兆的基础设施建设加了两个字 叫人力基础设施 那么其实简单的说 3.5兆的这个所谓的开支 里边通通都是福利开支 福利的内容有很多 但是问题是我们说3.5兆的这个法案 共和党并不支持 在国会参议院要过这么重大的法案 必须要得到60票的参议员支持才可以过 但是现在民主党再一次打破了 国会里边的意识规则 在国会里边有个意识规则叫协调方式 所谓的协调方式就是执政党一个财政严度 有一次机会强行以少数多数强行通过一个法案 1.9兆的纾困法案已经是用这种方式在国会参议院通过了 所以这个3.5兆在国会参议院 这是又用了强行通过的方式 50票对49票通过了 当然这个通过的过程还有一个程序 但是总体来说 只要民主党用简单多数强行通过的协调方式 这个3.5兆的法案就肯定能通得过 3.5兆的法案通过之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接下来还会聊 但是我们现在先讲一个话题 民主党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破了国会的意识规则 给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今天我们请来了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加州著名的律师邓宏邓律师 邓律师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FLL资深副总裁李明洪兄欢迎你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接下来这位是亚美会计研究发展基金会的执行长叶俊林 俊林兄欢迎你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邓律师先请教你 民主党现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打破了意识规则 其实过去在奥巴马年代就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了 打破意识规则最终结局 是让川普任命了三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这是又打破了意识规则 在一个财政年度 第二次使用强行通过的方式 过了这个庞大的3.5兆的开支法案 邓律师怎么看这是民主党又打破了政治游戏的规则 要知道民主党在选举的时候曾经有很多的承诺 其中拜登政府所推出的一个BBB计划 叫Build Back Better 这个计划里边的话 他就说他上任之后 他要推动至少6兆以上的这方面的政府开支 当然你要拿到推动这些法案通过 包括移民改革法案通过 都会面临的很大的挑战 就是因为在参议院里边50票比50票 在过往的审理程序 一般的话你要终止讨论这个程序 要有60票才能够终止所谓的延长的讨论 但是的话也是说你要有60票才能够通过法案 但是他现在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 这个议会的所谓的裁判员 他裁定的话 国会参议员不是每年只有一次 他可以用多次 所以基本上给了民主党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他基本上有50票 就可以通过这种快速的审理预算案 当然在这次 这个星期 国会参议院通过了1.2的基本建设的法案 这个法案的话 他基本上有19名共和党人士 是夸党支持的 因为大部分的资金都会用在基本建设方面 铁路 公路 飞机场这部分 但是现在在今天国会里边推动 并且通过了另外一项是3.5兆 人文基本建设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里边的话包含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里边就是移民改革法案 在1月份白冷上台的时候 他说他在头100天 他就说推动一个美国公民法案 这个法案的话会让 至少有1300多万非法移民 可以获取到美国公民身份 让这些梦想生打卡人士 马上可以申请到绿卡 所以这个方案也是放在 人文建设这个3.5兆的计划里面去 所以很多人觉得 这个移民改革跟我们的预算也没有关系 但是的话这个就像 就是说我们移民改革 我们要给移民局经费 所以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给他们合法身份 他用这种方法将里边放到里面去 另外一方面他要求的话 这个老人 因为老人家现在美国的 很多这些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 已经到了引法族了 所以他要稳住老人这方面的福利 所以他给老人的话 不单止这个老人健保 现在其实基本上你可以看医生 但是住院的话你要申请 以后同样的将来的计划 他不单止住院包括 以后牙齿包括看眼科 听力全部包括里面去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同样的给老人买了票 另外一方面的话 给妇女跟弱婿团体发钱 所以基本上现在教育方面 以后我们托儿所 这五岁之前的自己负担 以后他现在说五岁以前的 这些托儿所前面的费用 全部政府买单 社区学院的两年教育 全部政府买单 同样的你现在欠了学生贷款 以后这个方案的话 五万块钱你不用还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同样的给一般的民众的话 就是这些福利 可以说这个方案的话是属于大福利方案 这方案里面是包括在3.5兆 现在参议院这个已经是通过了意向书 意向投案 resolution通过之后会交给民主党主控的 众议院里面去讨论 通过之后两个方案的话就有可能通过快速审理这个程序 以后50票再加上副总统贺锦丽一票51票就可能会将这个计划完全通过 当然以前的话共和党曾经想阻止 但是后来的话他认为他已经大势已去 所以麦康奴在今天的话同样的联合其他45名共和党的议员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有反对这种的话民主党这种这个大福利这种制度 他并且他强调我们反对的原因的话就是说你民主党必须要为你的行为负责 我们不能够将国债的上限往上调 如果我们是反对的你们现在调的话那基本上你要通过这那么多的方案大概有六兆的话 那你将来民主党要为此负责任 只能是我们共和党是反对将国债的上限的话调生的 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得出将来的话很有可能这个这个方案通过之后 当然表面上是说40万以上的普通民众不会受影响 但是从第一个基本建设的1.2的基本建设的这个方案里边 我们可以看得出他是要鼓励大家使用公共交通设施 所以的话你自己开车他会加税 以后你大的卡车以后的话每个卖要加税 但是你想想看大的卡车运送我们异常生活品 以后他的家的成本增加的话会不会转移到我们民众身上 绝对会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虽然表面上民主党推动的话 就是向富人征税而已 但是将来的话对通货膨胀 尤其是对普通民众来说 已经承受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将来的我们要跟每个人都要为这些方案买单的 所以这个重大的福利开支法案很明显 民主党是用了一切可用的手段 不惜打破这个国会的议事规则也要通过 那么想请教明兄 民主党这个重大法案开支这样强行推出来 背后的政治目的怎么分析 是我们知道这一次很突然的 两党有了一致的共识 认为在基础建设上面 不只是国家的这个重硬体建设 包括道路、机场、桥梁的这个重修 或者是在人文的基础建设上面 都达到了一致的共识 而可能在短期内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个庞大预算 但是我们知道从疫情走到现在 不管是发了多少纾困金 还是为了振兴经济 还是为了要救助民众的生活 这些福利金的发放造成了直接的 通货膨胀 这是我们显而易见的 而今天再次通过一兆加上这个3.5兆的 这些基础建设方案 这些裁员事实上并没有解决 但是为什么两党突然有了这样的共识 而且要破坏议事规则的方式来紧急的通过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共和党执政的州 在疫情期间 尤其是环保的因素 疫情的影响 很多传统行业失业的人口 没有办法正式的就职 他们一直很可能在依靠政府的福利 政府的资助在纾困 那么到目前为止 事实上到了9月 今年的9月 事实上我们面对的很多压力 包括就职的问题 包括失业金停发 包括房租 没有办法续缴的驱逐令 要不能继续延长 甚至我们目前看到的 在银行的数据上 有460万房屋贷款 没有如期的缴纳 这些数字在今年的9月到期之后 有很多人在财务上面有相当大的压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共和党 很多这个议员呢 面对选民的压力 必须要紧急的来通过这些纾困的方案 那么这些钱将来通过之后要怎么用 事实上在法案里面并没有详细的叙述 而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解决疫情造成的 经济负担 通货膨胀 或者是整个社会上的问题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我们看到的是两党目前有一致的共识 美国目前面对的是一个贫困来袭的危机 那么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通过了这么大的预算 事实上两党的这个想法呢 当然共和党也要面对选民 可是民主党呢 事实上在整个疫情发展到今天 纾困金的发放呢 一直维持着股市的荣景 让美国的经济呢 人民还略带信心 可是实际上生活在贫穷状况下的人民呢 其实一直期盼了经济的复苏 那么疫情到今天 如果说9月份 这个学校能够顺利的恢复 那么是不是能够让经济回到正轨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因素 整个这个两党的规划下呢 都是希望能够对抗疫情 把整个经济恢复到正常状况 那么民主党当然希望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非常多的在贫困线下的这些人民 依赖纾困金福利金要维持生活的这些人民 都能够在这个大福利的政策下 变成民主党铁忠实的这个选票 那么共和党呢 当然也要在这个机会上呢 站出来不是一致的两党 在这个议题上面的意识对抗 造成整个福利金的延党 而造成自己选民选区的这个贫困继续发酵 那么这样子的两党共识下呢 事实上我们看到了整个所谓的人文基础建设呢 只是用了两党有共识的基础建设这四个字 来通过所谓的大福利 那么这样子的发放事实上 为整个通货膨胀将来埋下更大的隐忧 那么美国要将来怎么面对这样子的经济问题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 我们讲了两个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一个是1.2兆我们刚讲了 那个是跟真正的基础设施有密切关系的 因为有5500亿要用在这方面 那是另外一个3.5兆的 这所谓的人文基础设施建设呢 基本上是个大福利政策 所以共和党在这两个开支方面 态度非常鲜明 前一个1.2兆的 有19位共和党人在国会参议院里面 支持了这个法案 所以这个法案通过是按照多数比例通过 但是呢 另外一个3.5兆的 共和党人是坚决反对的 在国会参议院投票的时候 基本上以党派划分 50票对49票就是 50位民主党参议院投了赞成票 49位共和党参议院投了反对票 有一位共和党参议院没有投票 共和党的参议院 为什么反对这个3.5兆的基础设施建设法呢 正如明通先生刚讲的 这么大的开支 会不会给这个通货膨胀雪上加霜 我个人认为 最起码这个3.5兆的这个法案出来之后 美国政府要印更多的钞票 才能应对这么大的开支 而印钞票必然会造成货币贬值 必然会造成通货膨胀 请教一下叶快记师 怎么看现在这个3.5兆的 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法案的大福利政策 会给我们现在面临的通货膨胀 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就关这个过去 这个因为新冠疫情的 政府所印制的钞票这么多 从一开始的1.9兆 这个所谓纾困 后来再讲说要2.3 1.9兆之前拜登上任之前 川普还通过了一个 加起来就不止1.9兆了 所以我们这样加起来 就是说以拜登政府来讲的话 他1.9兆加原本要说的 这个美国家庭跟美国就业法案 这两个再往后加 这些所有的法案 加上纾困法案 三个加起来 我们跟大家算一下账 1.9兆加原本计划的2.3兆 再加上一个1.8兆 加起来本来就是6兆 可是我们就会想说 在这些纾困法案 今年变动这么多的这些法案的目的 不就是要让大家拿到更多的福利 夹带是说我们有夹带一部分 是我们要做的 原本大家都同意的基础建设 但是我们再算一笔账 其实都可以看到里面 很多都是漫天喊价就地还钱 因为我们在1.9兆 居然还有钱可以留到下一个法案 也就是说我们根本就没有精算过 有没有好好的人去算过这一笔账 为什么监督之下 好像讲好像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口上 但最后还有余额 好 那接下来第二件事情 我们再看现在1.9兆之后 现在这个通过1.2兆 再加上将来要3.5兆 加起来其实总共的数字 1.9加1.2加3.5其实变6.6 我们在这个预算当中 居然也变向的一个通货膨胀 加了百分之 刚讲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可能很多观众都不知道 1.9兆的纾困法案通过之后 当时说非常急需 因为美国没有这1.9兆 民众将会生活陷入困苦 家庭会崩溃 1.9兆通过之后 大家都拿到了纾困金 很多民主党的这个主政的州 也拿到了所谓的这个拨款 但是现在讲到这个1.2兆 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钱从哪里来 居然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内容 说1.9兆还有一些钱没用完 把那些钱划到这个1.2兆的 基础设施建设法案当中 那会计师我想请教一下 如果1.9兆的钱没用完 可以留到给1.2兆的这个所谓 基础设施建设法案 3.5兆又会有多少钱 不知道花到哪里去 和不知道怎么花 是 所以我们就说 其实就是一个好像 整个东西是好像 推出来每个口号都是震天嘎响 但是里面呢 是不是有藏有太多的魔鬼的细节在里面 我们没办法一一去检视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预算 或者是法案 都是太浮烂的一个结果出来 但是我觉得太多的算计 加上这些福利的政策 一旦在开销下去的时候 显然意见的这个通货膨胀 是已经悄然欲动 已经在我们的生活四周 已经变相的让我们侵蚀 我们所有的人的口袋 因为我们在讲说 政府需要这些的预算 来救助所有的人 我们相信紓困是必要的 但是一再的 不把这些所谓的priority 就是说我们到底是 先来厚到所有的重点 要怎么去做 没有去考虑这件事情 只想说我们现在就是要花钱 花钱来做这个福利的方法 包含这个纾困 但是其实这些的危机跟隐忧 就是在后头是谁来承担 钱从哪里来 很多人讲说 政府不是说我们要去 磕有钱人的税吗 但是不要忘了 磕到有钱人的税 你要磕他的所得税 磕他的资本利得税 或磕他的所有的移证税 这么多的规划的效果 是不是在过去税改之中 能够产生明显到 有钱人挣到缴稿税 很显然到最后就算有钱人 或有钱的企业 缴了这些所谓的政府所添加这些的裁员 就增加了税 但是层层转嫁 他既然把成本拉高的时候 难道他不会在他的服务 跟他产品的范围上面 把这些的成本加注到消费者身上 其实加注到消费者身上 已经不是遍及到 所谓有钱人或没有钱的人 所有的人都是一体受害的 要承担这个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我觉得这个成本加注到每一层去 其实政府在发再多的福利 其实我们拿到可能是一小部分的福利 但是很多我们生活成本却节节升高 所以说一边增加收入 一边增加更多的成本 其实难道你的口袋不会缩水更多吗 所以说我们不要担忧的是 这一层在有钱人的所谓的磕税的 裁员的计划之下 也许有钱人所承受的这所谓物价波动 他们的冲击是相对比较小 但是中产阶级包含贫困的人 其实政府所给的1块钱的福利 可能他要承受2块钱的物价成本的增加 到头来还是贫困化 不止贫困的 原本生活就更拮据的人 更担心的是连中产阶级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通货膨胀 成为更大的受灾户 所以说我觉得 政府这个曼湖计划 这个撒钱印钞票 其实不是推动了 这个所谓的通货膨胀的危机而已 而且我们过去看 过去只要推这个所谓的大福利的 这些计划之下 所带来的相对的效应 就是会有通货膨胀的效果 所以说千万在政府做这些 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所受伤害的人 其实也许到最后 都是我们这些平民老百姓 1.9兆索困法案通过之后 大家都很开心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索困金 但是接下来我们就看见 物价在不断的上升 这是这个3.5兆的索困法案当中 包括了很多内容 刚刚邓律师给我们介绍了 它里面有学前教育免费 以后的社区大学两年教育免费 还有红兰卡 过去没有包这个 没有包那个 现在全部都包进去 表面上看起来十分美好 但是大家还有没注意到 佩洛西在不久之前 讲到对大学生贷款要减免的事情 佩洛西讲了这么一句话 她说如果我是一个纳税人 如果我家里没有小孩在念书的话 我这个纳税人 为什么要为别人的孩子去付学费呢 佩洛西讲的有没有道理 很有道理 但是这次这个3.5兆 又把这个学贷的这个减免 加到里面去了 我们总体看这些福利 都让我们看到 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 给好处 给完好处之后 回报是什么 给好处的这个最终的目标 是让国家经济重新振兴 重新复苏 但是无论是你增加了 这个红兰卡的这个福利的范围 无论是你减免了学生的贷款 无论是你这个学前教育 跟这个市区教育免费 这几点上有哪一点能够创造出财富出来呢 除了减轻大家负担之外 我们说长久减轻负担 最好的办法就是为这个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段律师 怎么看佩洛西对这个减免学费的解读 让我们看到民主党内部 对这个所谓的大福利方案 本身也有一定的矛盾 民主党本身它是希望能够争取选民 用人数来增加的 但是对企业来说 他们希望的话开源截留 以后开源的话 当然创造财富 以后减少开支 每个企业要成功 都要必要的采取这样的措施 国家的经营无非也是这样子 但是的话 国家有一个责任 就是要帮助热式团体 当然这会是怎么样帮助 当然我们可以给予给它 同样的也可以教它怎么样去钓鱼 这个部分是民主党跟共和党 两大的不同样的政治理念 民主党认为我们应该给予给它 就像杨安泽所提出来 每个月每个人一千块钱 这样子的话 它可以有吃有喝 以后可以消费 消费之后可以带动餐馆 还有是香店的业务 香店这部分的话 也要请人以后 可以继续创造就业机会 这样子的话可以的话 将经济带动起来 但是忽略一个很多的话问题 就是人是自私的 拿了这个钱之后 他没有去消费 或者是消费之后的话 他不继创造就出现问题 你可以看得出前段时间 现在老板的话要找员工 都找不到了 为什么的话 我去上班赚的钱 倒不于我不上班 零EDD还更过 这种情形 这种变成一个福利 将人养懒了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Nancy Pelosi也好 这些人推动的方案的话 他们往往是看眼前的利益 没有想到里面 将来这个利益会导致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话 就是世界可能不会更和平的 为什么呢 1972年开始 以前的话美金要印多少 是要有黄金在后面刮钩的 在1972年 尼克松总统将这个脱钩之后 那国会说印多少钞票 就印多少钞票了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美元就变成了一个国际货币 以后美国的话 他又印钞机 在印钞机的情况之下的话 你必须要让外 让全世界的人帮美元买单的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他可以制造很多的军火 逼着这些国家 靠美国保护的话 你要买我的机器 买我的武器 这种情况之下 将这个成本全球的摊分了 美国这样最 可以说出口最贵的东西 就是武器 这种情况之下 世界能够和平吗 因为你不断制造战争了 才有这武器的这个需求 第二点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这些民主党 他们现在所推动的一些方案 我们子孙后代要负债的 我们都是举债来过日子 所以这种情形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下一代 你的儿子 你的女儿 你的孙子 有没有可能的话 能够购买到 毕业之后的话 能够购买到100万 200万的房子呢 有可能购买不到了 到时候那房子可能就 现在100万 以后就变成300万了 所以现在这个大福利政策 这样推出的话 未来对通货膨胀到底会造成什么样 以上我们的生活到底是减轻压力 还是增加了压力 我们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